观光也是各国的经济重要命脉 因此现在台湾为了争取更多国际观光课呢 观光局打算要修正发展观光条例 要把全国112家的观光旅馆强势纳入星级评件 目前全国112家观光旅馆当中 参加星级评件的比例只占7成左右 未来透过评件 渴望和国际接轨 如果没有通过评件的业者 观光局不排除执行退场期制 让业者退出观光旅馆的经营行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